分别已经好多时日了,彼此再没有联系,没有问候,相续的那日好像刚过去,又好像过了太久,回忆总会爬上心头,想念是一直在等,只是心里多了些滋味,说不出的滋味。 想念让人笑,也让人泪水连连,因为相续总是甜蜜美好的,而本身就是分别,这是两个极端的滋味的落差,不知道这样的郁闷情绪该如何解除,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动不动就诉说的年纪了,早已学会用沉默来静静的面对这一切了,不知道是觉得自己可怜,还是觉得自己可悲。 我不喜欢最生梦死的生活方式,只想静静的找个角落,安放自己的心,自己的情绪,又不想想太多,因为怕那样更是不好。 想念里分明是有痛的,又有很多揣测,做不到忘记,就只能选择记起,不能太过在意,因为怕伤了彻底,悄悄的提醒自己。 回忆在美好,都变成了曾经,无论前方有什么的境遇,无论这份想念能不能再得到证实,都无所谓了,可是,在淡淡来中,依然会飘起想念的味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